好,那现在我们要进入到这个单元的总结了,也是第二单元的单元总结,还记得单元怎么说吗? 单元の单元的まとめ,まとめ是总结的意思。 好,首先的话呢,句子,那一共有多少呢?四种句子。 四种句子的现在是以及过去是,好,我们来看一下是哪四种句子。 首先第一个呢,我们来看一下叫做断定句,断定句就是什么是什么,以及什么不是什么。 好,我们来看到第一个,首先现在是肯定的话呢,我们以这个书为例,我们会说本です,就是是书,那否定呢,不是书,本ではありません。 那否定的口语形式就是把では改成假,变成假ありません,这两个是一样的,这是肯定,这是否定。 好,我们来看一下过去式的肯定和过去的否定。 那首先呢,肯定的です,变成过去的肯定,就会变成でした,那就是本でした。 那如果变成否定呢,那就有过去否定,ではありませんでした。 では的口语是假,所以口语就是假ありませんでした。 说的简单一点,我们现在看到这个表格当中呢,就是名词句,对不对? 好,记住,肯定是です,否定是ではありません。 过去是でした,过去否定ではありませんでした。 好,我们来看下一个句子是什么? 描写句。 好,我们来看一下,描写句当中第一个,它用的是形容词的形式。 好,我们来看一下。 形容词本身以一结尾,加上です,表示肯定。 好,上面的是形容词,下面是形容动词,现在我们先讲形容词。 那么形容词的否定呢,是把一改为くじゃありません。 所以不是红的,就是赤くありません。 好,同时,这个地方的わ是可以去掉的。 那这个わ加在这里是为了引出这个否定,一般可以不用写,去掉就是了。 好,我们来再看一下,红色的过去是,就是把红色的形容词的一,把它改成かった。 です,是加在最后面的,我们读一下。 赤かったです,赤かったです。 那么形容词的过去否定呢,就是把一改为くじゃありませんでした。 我们来看一下,过去否定,就是在否定的基础上,在后面加了一个でした。 好,我们来再看一下,下面的立派,这个是立派,这个是形容动词。 形容动词本身是一大结尾,但是咱们的架材当中都会把它去掉,所以已经就见不着了。 这个立派です,就是形容动词的肯定。 否定呢,就跟名词是一样的,跟咱们刚刚第一张表的名词是一样的。 立派です,是气派的,那否定是立派ではありません。 下面这个是它的口语,では的口语是假,所以就是假ありません。 好,我们来看一下这边是过去式。 立派です的过去式是立派でした,跟名词一样,只要把です改成でした就可以了。 好,我们来看这边,否定。 立派ではありませんでした。 其实就是在否定的基础之上,在后面多加了一个でした。 其实是有规律的,大家可以发现。 过去否定是都是在否定的基础上,把它的后面加一个でした。 好,那么它的口语就是じゃありませんでした。 好,那刚刚这两个表格当中,我们就复习了形容词和形容动词的现在肯定否定和过去肯定否定。 好,我们来继续看。 第三张表。 第三张表的话呢,这边讲到的是动词。 好,那动词里面呢,提到了存在句和叙述句。 我们来先看一下存在句。 第一个,其实就是用的普通动词啊,あります。 那存在句当中有两种存在。 一个是非生命体的,用あります。 生命体的,用います,就是人和动物。 那么人和动物以外的存在就用あります。 那么比方说,教室里有一张桌子就是有あります。 ます是肯定。 否定就是把masu改成ません。 过去式呢,就是把masu改成mashita。 过去否定呢,就是在否定的基础上加masenでした。 就是加上一个でした就好了,再对一次。 あります,有。 ありません,没有。 ありました,之前有。 ありませんでした,之前就没有。 好,那么我们来看一下います。 います是人和动物的存在。 好,那います就是有或者在。 否定就是把masu改成mashita。 一样的,虽然说这两个它用的内容不一样, 但是毕竟它们都是动词。 动词的肯定都是masu, 动词的否定都是masu, 动词的过去式都是mashita。 所谓います的过去式是imashita。 过去否定就是imashenでした。 好,动词的也复习完了。 好,我们来看一下叙数句。 叙数句的话,主要是我们在这个单元里面学到了动词的这个持续体, 也就是我们说的k形。 好,我们来先看一下。 叙数句,这个叫做一般叙数句。 那yomimasu的话叫做一般现在是。 好,我们看yomimasu。 yomimasu的话呢,它也是动词的masu形, 感觉跟上面是一样的。 但是因为这两个是因为强调存在, 所以在存在这个上面呢,突出重点。 下面呢是重点在叙数。 那么叙数有两种, 一个叫一般现在是, 一个是正在进行时。 那如果是动词, 所有动词变成masu的话, 就是一般现在是。 那么这一个第三行跟上面的变形就没有区别, 因为本身上面这两个的形式跟它一样, 所以肯定就是masu, 那么这里举的动词是读, 看书的那个yomimasu, 否定就一样的, 变ません,yomimasu。 过去式就是一样的, 加mashita,yomimasu。 过去否定,yomimasen deshita。 好,那么讲完一般现在时之后呢, 讲的是进行时, 动词要变成贴形, 变成贴形加上imasu, 表示现在正在做, 或者经常做, 或者是表示状态的存在。 那变成贴形之后加上imassen, 表示到目前为止, 暂时还没完成这个事情, 或者还没做。 好,那如果是yomde imashita, 那变成贴形加imashita呢? 那imashita其实就是imasu的过去式, 那么yomde imashita表示的是, 在过去的一段时间内一直读, 或者读完了。 好,那么把它变成贴形之后加imassen deshita, 意思是在之前的那段时间里, 还一直没做。 好的, 那这样的话, 我们就所有的这个句型四个类型的讲完了。 那跟大家补充一下, 就是那助词我们也得总结一下。 学了这么多个助词, 那每一个助词之间也有相似的地方, 所以我们应该要做一个好好的总结。 好,首先我们来看一下o, o的意思非常非常多。 首先它的最起码的一个功能啊, 它的主旨主要是用来做宾语。 好,比方说看这句, shinbun wo yomimasu。 那宾语就表什么? 并以表示动作的对象。 那么shinbun wo yomimasu就是看报纸。 好,我们来再看一下, 表示移动的场所。 像我刚刚跟大家之前提过的, 比方说在哪里散步啊, 或者是飞机在天空飞行, 或者是河流在这个公园, 这个句话当中就是河流在公园当中流动着。 那么流动指的是在不停地在游走或移动, 或者是人在哪里旅游都可以。 河が公园の中を流れています。 好,我们来再看到と的使用。 と是表示动作对象, 主要是相当于中文的和。 友達と一緒に。 一緒に是一起, と是和。 主语不说就是默认自己。 友達と一緒に公園へ行きます。 え,还记得吗? 是表方向。 和朋友一起去公园。 好,我们来看下一个で的使用。 で的话的意思非常多。 首先它的第一个意思是在, 是动作发生的地点。 食堂で食事をします。 意思是说在食堂吃饭。 这个を是表示冰语, 表动作的对象。 第二个, 范围。 它仍然是翻译成在。 好, この店は、 这是提示主题。 这家店子。 上海で、 在上海、 一番大きいです。 在上海是最大的, 这是范围。 当然你同样, 你看这个也是在, 但这个也是在, 它意义不同。 第三个是状态。 二人で、 这个时候其实没有一个翻译的一词。 或者你一定要翻译, 可以翻译成共两个人的共。 二人で食事をします。 那就两个人, 共两个人吃饭。 第三个, 方法。 这个时候相当于用这个词。 用什么, 做什么。 自転車で, 那就是用单车或者骑单车, 街へ行きます。 去到这个城市或者去城里。 好, 我们来看一下这张表格, 讲到你。 你也是我们在前面时刻当中出现的非常非常多的一个词。 好, 意思也非常多。 首先第一个, 它指时间。 大家记得这个指的是时间点。 六時に置きます。 在六点钟起床, 这个时间点。 第二个, 地点。 说得清楚一点, 将当于目的地。 北京に行きます。 去北京。 其实这个地方的, 可以跟A可以互换, 只不过呢, A是强调于这个方向性比较多, N是强调于这个目的地比较多一点点。 好, 表示比例, 我们来看一下。 日本語の授業は提示主题, 日语的课程是, 一日に一時間です。 一天两个小时。 所以你在翻译的时候, 这个地方并没有一词, 但是呢, 你知道它是表示比例的意思。 好, 第三个叫做着落点, 尤其是指抵达哪个地方。 上海に着きました。 抵达了上海。 好, 那么から就是从, 那么mate的意思就是到。 来, 我们来看一下。 授業は提示主题, 8時から始まります。 那课程呢, 是8点钟开始。 夜10時まで勉強します。 一直学习到晚上的10点。 好, 我们来看一下が的使用。 が的使用, 应该说它的注词也完全不输给你, 因为意思也特别多啊。 那首先它是作为主语, 而且是强调主语。 我们看一下。 きょうしつにだれが。 而且尤其是很用疑问词加が做主语。 きょうしつにだれがいますか? 是教室里谁在呀, 或者谁在教室里呀。 第二个, 客观描述。 刚刚是做主语。 好, 客观比方说, 刮风下雨打雷地震啊之类的, 或者是形容眼前看到的一种现象。 はなが、 は、たくさん、さいています。 花大量的绽放着, 这个地方的が是强调这种现象, 是客观现象。 好, 我们继续看到的是ほど, 概述相当于左右的意思。 彼は10日ほど, 10天左右前に, 在10天以前, 大概10天以前, 北京へ行きました。 去到了北京, 表示概述。 这个时候, 它相当于ぐらい, 相当于ぐらい的作用。 が, 表疑问, 表不确定。 きょうしつにだれがいますか? 咱们刚刚在上一个表格当中也有这句话, 不过刚刚那个表格当中用的是这个が是做主语, 这个不是的, 这个是表示不确定。 这第一次, きょうしつにだれがいますか? 好, 继续看到下面的が。 刚刚在上一个表格当中是做主语, 还有表什么呢? 对, 就是客观的描述。 那么, 另外它有瞬接和逆接。 我已经跟大家讲过了, 瞬接和逆接, 它一般怎么去区分呢? 要根据前后文。 像瞬接主要是起乘上起下的作用, 也就是做铺垫。 我们来看一下, 为了引出后聚。 しつれいですが, 真是很抱歉, おいくつですか? 我想冒昧的问一声, 您多大了。 这个时候的が, 你没有办法去翻译, 所以你只能是作为一个乘接, 连接, 乘上起下, 或者做铺垫。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逆接的, 逆接就是, 就是前后有反差, 或者有转折, 翻译成但是就好了。 このりんごは, 这个苹果, りんご可以写成外来词, 安いです, 是很便宜的。 安いですが, 这还是前半句, おいしくありません。 记得形容词, おいしいばいいがべくじゃありません, 是表示不好吃, 意思是, 这苹果是挺便宜的, 但不好吃, 所以有转折, 相当于可是, 或者可。 ながら同时, ながら的话是, 一边做什么, 一边做什么, 但要记得是, 重点在后面, 而且, ながら的前面的动词, 一定要是连用型, 比方说这句话, 働きながら, 一边工作, 勉強しています, 一边学习着, 働き本来是, ます形式, 働きます, 什么样的词叫做连用型, 要跟大家再复习一次, 把动词变成ます之后, 把ます去掉, 留下的前面的部分, 就是连用型, 勉強します, 变成勉強しています, 就表示呢, 正在学习着, 好, 我们来看一下, 接续住词贴的使用, 有并列, 然后呢, 有表示顺序, 我们来看一下, 第一句话, 并列, 教室は大きくてきれいです, 那么这个部分呢, 是把形容词的一, 把一改成くて, 这个其实是形容词的连接形, 当然了, 这个也叫做形容词的贴形, 那形容词的这个连接形て, 它表并列, 也表连接, 教室既大, 也很干净, 教室は大きくてきれいです, 好, 我们来看一下, 它还表示顺序, 先做什么, 后做什么, 夏休みが終わって, 好, 这个是动词的, 把动词变成贴形之后, 首先它不论是表示并列, 还是表示顺序, 它都是把两句话给连接起来了, 新学期が始まりました, 那么, 暑假结束之后呢, 新学期就开学了, 那就是表示先有第一件事情, 然后是第二件事情, 好, 接下来我们来看提示住词, 首先可以表示提示宾语, 然后再是提示其他, 我们来先看一下提示宾语的部分, テレビはあまりにません, 也就是说, 其实这个地方原本应该填的是什么呢, 我写在这里, 原本应该填的是お, 本来说不怎么看电视, 应该是テレビをあまりにません, あまり是为了跟这个ません搭配是不怎么看, 但是这个地方呢, 也就是わ呢, 就取代了お, 为什么呢, 因为取代它是为了提示宾语, 好, 那么接下来看一下提示其他的, ここから从这里公園まで到公园, 好, 加了一个哇, 这提示什么呢, 提示这个距离, 提示这段, 从这里到公园的这段, 提示主题, 遠くありません, 城津坝以外は空家ありません, 不远, 好, 我们来看到中柱词, 也就是语气词, 又为了加强语气, 也就是提醒对方, 叮咛提醒的意思, 李さん, 友と友達が来ましたよ, 好, 那这句话的意思是说, 小李呀, 朋友已经来了呀, 这个时候提醒你, よ, 那这个よ, 如果读得语气过重的话, 那它也会有一种强加于人的感觉, 好, 我们来看一下, 提示主词も, 它是表提示, 相当于中文的也, 我们来看具体的例句, 日本の一年に, 这个地方的母和尼是分开的, いろいろな, いろいろな是一个形容动词加那, 变成一个修饰词, 修饰名词, いろいろな祝日があります, 那这句话的前面的に, 再加上が, 再加上あります, 是一个存在句型, 表示在哪有什么, 那在日本呢, 也, 这个地方摸射翻成也, 在日本一年当中也有着各种各样的节日, 好, 来, 我们来继续看到下一个句型的复习, 首先, で, 作为中顿, 这个中顿的话呢, 我们来看到主要是指的名字位语句的中顿, 比方说这句话, 午前は, 上午的时候, 日本語の授業で, 什么叫名字位语句呢? 就是前半句以名字结束的句子叫名字位语句, 那上午的课程呢是日语课, 午后は下午, 中国語や体育の授業です, 那么下午呢, 则是汉语课以及体育课, 好, 那这个地方的で就是中顿, 停顿或者是连接的作用, 没有实质的意思, あまり, 它是一个副词, 它的特点是接否定, 表示不太或者不怎么, 彼はあまり, 好, 找后面的否定, パンを食べません, お是宾格助词, 他不怎么吃面包,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表示变化的, 主要是体验加上に, 再加上なります, 我们来看一下, 彼は卒業して, 这个定型的话是做连接, 是动词的连接型, 他毕业后, 学校の先生になりました, 先生是人物身份词, 意思是说他成为了学校的老师, 当然, 除了接人物身份词, 还能接时间词, 比方说九点钟, 9時, 那么已经到九点了, 就可以说, 9時になりました, 如果是要到九点了, 我们就把ました改成masu, 好, 我们来看到, からまで的组合, 这个就讲过从和到, 授業は8時から, 课程是从早上的8点钟, 中午的11点40分までです, 到中午的11点40分, 最后です是表示肯定, 结束一句话, 就是からまで, 就是之前讲到的从和到的意思, 好, 那通过刚刚的表格呢, 应该说非常清晰地, 把我们所学的很多的句型, 助词做了一个很好的总结, 我觉得这些表当中呢, 非常有典型性, 同时我希望大家能够把我们之前时刻的内容, 也做一个好好的复习和总结, 可以建议大家把我们所熟悉的一些内容, 把它整理到一个本子上, 比方说我们准备一个动词的整理本, 可以把一些学过的动词的形式呢, 整理到一个本子上, 或者说你也可以用一个本子单独去记录这个句型, 或者是来记录你经常会犯错的东西, 然后再对比和参照一下, 好, 希望大家把课文读熟, 前十课的单词一定要在此的好好的复习, 再进入到后面的时刻学习, 那今天展示我们就先到这里了, 好,大家辛苦了, お疲れ様でした, 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 。